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况不乐观 根据了解 马鲁龙近日接受化疗肚子疼痛 6月1号到医院就证发现小肠穿孔并发附膜炎 术后引起败血症陷入昏迷 3号装上叶克勘抢救 5号发出病危通知 但是医界分析小肠穿孔 临床上很少见 身体来症是很少转移到肠胃道去 那其他的原因的小肠穿孔 比如说是因为吃到一些尖锐 就是说他不应该吃下去的东西 结果像铁钉啊什么 其实早在去年11月底 就传出马鲁龙罹患肺腺癌 好友眼中的他是个脏义气的人 有一段时间马鲁龙也不是很容易 但是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所以他一路后来走到最后 也封工过一段时间 希望他早一点脱离嫌弃 我是代表会主席 新冠一百七十 天荡七十 在电影《海角七号》中 饰演霸气主席 马鲁龙大哥形象深植人心 状况还很紧急 佳伦在身旁陪伴 演艺成好友替他集气 希望度过难关 三点喜欢黄星辰 丑小倩台报道